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家我是老田 前两天不是买那个鸡爪吗 今天我们给它烧掉 我买了点年糕 做个年糕鸡爪宝 先给它泡一下 让它解冻一下 闻着谁家烧菜这么香呢 把这个水倒掉 然后现在已经泡开了 我们把这个爪尖一个一个给它剪干净 剪干净以后呢 我们再从中间把这个一剪为两个 这样就可以 处理好的鸡爪呢 我们给它冷水下锅 加入葱姜 黄酒 烧这个鸡爪我们还要准备点料头 葱姜 蒜 八角桂皮香叶 放几个花椒籽就可以 这个呢 料不是很复杂 姜给它切成片 葱给它打成葱结 蒜的就不需要切了 水开以后把上面这个浮沫给它打掉 不及时打去浮沫以后 要煮到这个鸡爪里面 腥味就出不来了 再煮个两分钟给它捞出来 用热水一个一个给它冲洗干净 包鸡爪这个料汁呢 我们再给它调一下 大概两勺多的生抽 差不多一勺蚝油 大概两勺左右的番茄酱 一勺的黄豆酱 小半勺的豆瓣酱 没有豆瓣酱可以不放 加上点盐 来上点糖 这个根据你炒多少料来放 胡椒粉 然后把这个料呢 给它搅拌均匀 就可以上锅 把这个鸡爪先给它炒烫 锅烧热 加一点油 先下入姜蒜 稍微给它爆压以后 我们放入鸡爪 鸡爪是需要这个大火爆炒 把上面的水汽立马给它爆干 而且这个鸡爪烧的时候呢 是很容易粘锅的 大家一定要注意一点啊 把上面这个水汽炒干 炒香就差不多了 放一点黄酒 酒香味给它冲出来 我们现在都是大火啊 所以说容易起这个边火啊 现在我们把调好的酱汁 全部给它倒在这里面 然后把这个酱啊 和鸡爪给它炒融合 我们调这个酱呢 你做那个山猪焖锅啊 做别的就是砂锅宝啊 都是可以借用的啊 大家有没有看到 这个里面我是不放老抽的 放老抽是黑曲曲的不好看 我们烧出来是那种红亮的颜色 炒上色以后呢 我们放一罐啤酒 把刚才这个料汁的碗给它涮一下 啤酒不够 我们还要加点水 放入前面准备好的料头 给它盖上锅盖 我们大火烧开以后 改中小火烧饭要时 今天我们买的是这个收纸年糕 等一下等鸡爪炖炖好了以后 放在一起包一下 这个是茶酥菇半整饼的 可以直接食用的 今天我跟这个窝笋一起炒 准备了两根窝笋 我老婆比较爱吃这个 窝笋先给它切一下 斜刀切成这种菱形块 等一下再切出来的好看一些 再给它切成片 大家看到没 切成这种斜角的好看 今天这个窝笋呢 好歹的都没有那个空心 两个窝笋买了四块钱 这道也跟的差不多了啊 因为要煮年糕的 汤汁我们说以后多放了一些 先把这个料盒给它剪掉 然后把这个年糕都给它放进去 放进去以后啊 我们还是开这个小火 继续给它盖上锅盖 我们用小火再烧个五分钟左右 就可以了 再烧点开水 把这个窝笋呢先焯下水 锅里再次把这个水烧开 然后这个窝笋呢 焯到差不多断生 我们就先给它捞出来 差不多了啊 这个年糕啊很容易粘锅的 火一定不能大 出锅 把这个砂锅放在卡式炉上加热 然后把烧好的年糕 跟这个鸡打倒进去 上面放一点香菜就可以 锅里 锅里少割一点色拉油 锅里先放一点蒜给它爆一下 把这个蒜香味先给它爆出来 然后放入这个萝笋 这个萝笋本身就是熟的了 我们稍微再翻炒一下就可以了 把前面准备好的茶厨工 现在都给它放进去 一起给它翻炒均匀 这个里面其实放点咸菜也是可以的 再来上点盐 来点糖 这个时候再炒的也不需要给它加水了 我们翻炒均匀就差不多可以直接出锅了 这个闻着真的好香啊 出锅 蒸了一点这个玉米 干脆挺香的 这个像水口玉米 其实这个玉米 你也可以把它放在这个鸡刀里面一起炖 来给你搞个鸡刀 哇这茶厨锅好吃 很香是吧 本来我是想买点咸菜的 那家老太太没来 就她腌的咸菜最干净的最好吃 这个茶厨锅一罐里面是8块钱 价格不便宜 8块钱挺好吃的 嗯 嗯 挺淡的 这鸡刀 鸡刀还买的比较瘦一些 没那么肥哦 嗯 成了咸 用这个茶厨锅炒这个丝鸡豆 长章豆都是很好吃的 这一块呢 这个闻着还是挺香的 嗯 口感好吃 差不多挺贵的 嗯 我们这个汤汁是很亮红亮的 大家看到吧 说一说香是真香 嗯 这汤汁很好 嗯 这个汤汁年糕的口感都更弱一些 按理包那种睡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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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年糕有好多东西 你看 再整一个 你也再整点这个窩筛吃 很香 我不给你加点窩筛 你也不主动吃这个 嗯 有肉就是光吃肉 是的 弄得蚕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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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蚕 可口爆汁 这个鸡鸡 这个鸡鸡 这个汤汁今天调得很好 你想东西在这个汤汁里面多好吃 这里面鸡转锅 慢慢烫 还有一点点肝料 啊 这两个小菜下饭挺香的 嗯 这个小菜下饭挺香的 这个小菜下饭挺香的 鸡转秘密尖 好 这很好吃 你看这么多汤汁挂起来没就知道好吃了 今天我们这个鸡爪已经炖的很烂了 嘴一说,我说一拉就拉开了 小鸡肉,虽然没肉,可能挺香的 嗯,哪里没肉,很肥的 有时间试试啊,特别是这个姜汁怎么调 第四名到这里啊,感谢大家支持